好,那么接着上午讲的地方 那么上午我们把这个领回归讲了一下 对吧 那么领回归呢 它就是带有这种正责化 那么这个正责化呢 对你的权重是有影响的 它会把这些高次项的这些系数 来去不断的把它去调小 对吧 一直趋紧 注意到它不是等于零 这个结果是要记住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看一下 在LineModel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领回归的API 去使用 那么这里面的alpha 就是你的正责化的力度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 Rage 对吧 领回归这样的一个API呢 导入进来 好 Rage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同样 对于这样的一个反价预测的例子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这个Rage 它这样的一个带有正责化的 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把这里修改一下 对吧 这里是通过这个领回归预测 进行反价预测 那我们实力化一下领回归 好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正责化力度的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进去看 它默认给我们的值是什么 这个默认值1.0 对吧 那这个值呢 我们先就这样1.0的这样一个值 SGD 那么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那叫比如说叫RD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RD.fit这样一个数据 将我们的训练数据 FIT进去 那么接着你这个地方的RD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参数 权重参数 那么接下来你把这个预测的结果 你想要看到这个结果 就需要进行转换一下 转换成标准化之前的值 对吧 同样在这里是RD 接着 那我们再去进行均方误差的时候呢 也是使用这样的一个RD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同时也用了这样的一个领回归去进行预测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的一个对比 这里呢 我们的第一种方式 对吧 第一种方式又变成30.54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吗 所以如果说你真正的想要去拿这些数据啊 去预测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把什么 把训练机是不是应该固定啊 对不对 你的数据肯定是要固定的 固定好之后 那现在你要测试一下 对吧 测试一下模型 我就固定了 有一百个测试机 这个一万个训练机都是拿来训练的 我已经固定好了 你以后训练的时候 我都是拿这一万个 对不对 好 那以后我现在要看一下这个模型的效果怎么样 我可以拿这一百个去进行测试 效果好 那么我就可以用了 是不是直接可以拿到这些对吧 别的一些未知的数据可以预测了 好 那么在这里 因为每次呢 我们这个 Train Tesla Slit 每次分割的时候 它是随机的 对吧 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区别 好 那这个第一个结果 这是30.54 那么这个结果 T度相价还差一些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稍微要比什么 这个 陷阱回归这种 没有政策化的 也稍微好一点 对吧 但是这种并不代表 它所有数据都比较好 这是要根据你的数据来去定的 对吧 我选择拿一种 首先你判定的是数据的量 你的数据量特别大 你可以使用SGD 对吧 数据量小的话 那你就看一下 Linear Regression和Rage Regression 在同一个数据集 注意的是 在同一个训练数据集里面的表现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定要看这个对比的结果 好 那么同样对于这个Alpha Alpha参数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超参数 你可以自己呢 去利用网络搜索 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的取值 正策化取值怎么取呢 一般啊 可以是小数可以整数 它的取值范围呢 是这样 你可以是0到1之间的一个值 0到1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小数的值 那一般你不会这个值啊 你可以有三位小数 四位小数都是可以的 当你这个值要再大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10 1到10左右 都可以去取 那也说这里面要么是小数 要么是整数 你都可以去取的 能理解吧 那从这里面当中选出一个效果比较好的 你可以通过网格搜索进行搜索 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就是领回归 对吧 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 像这个领回归 它跟我们线性回归的一个比较呢 其实在我们的数据啊 一定是要在你的数据当中才能体现出来的啊 我们的数据 要看哪一个模型适合 那领回归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系数呢 更加符合实际 更加可靠 就是因为它带有这样的一个L2正则化 带有L正则化 才有这样的效果 那么它另外呢 估计的这些仓处波动范围 叫小变得更加稳定 在存在病态数据偏多的研究中 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什么叫病态数据偏多啊 就是你异常数据啊 那如果说你这里面异常数据叫多 对吧 那你用先进回归拟合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吧 会出现过拟合吧 那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就直接使用拟回归 是不是可以对过拟合进行一个限制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正则化 它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我会变得更加稳定